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淡系货福 现在呢,保险的概念是相当的普遍 我们都知道呢,有人收保险还有产物保险 无论是哪一种做好风险的控管 才不会让意外毁了我们的财务计划 所以选择一家好的保险公司是相当重要的哦 今天,生活100%就要带大家来瞧瞧 一家荣获2013年度亚洲最佳产险公司的保险公司 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在亚洲这么多国家 这么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的吧 保险是为了保障我们的理财规划与生活 然而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 有间在台湾深耕20年的产险公司 一路都秉持着服务社会奉公守法的初衷 追求卓越的品质与不断的创新 不断奠定了他们在亚洲市场的基础 更为他们赢得了许多殊荣与肯定 那我们公司是在2003年加入金融控股公司 那加入金控之后基本上公司的整个业务的 一个蓬勃发展在整个业界其实是有目共睹 但是我们并没有失掉我们当初公司设立的一个基本精神 我们本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一个精神 所以我们在这20年的一个发展上面 我们不管是在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奖项 我们获得了相当多的一个回响 那特别是在今年 今年是我们公司成立第20周年的一年 那我们今年获得的奖项比以往年度其实要来得更多 那就如同旁边放的这个奖项 其实是英国一家杂志World Finance发给我们公司的 那他表彰我们公司过去在经营绩效上面的一个卓越 还有对社会的一个回馈 那他颁给我们公司最佳保险公司的一个奖项 那实际上公司过去的经营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一直秉持着质量并重 稳健踏实的一个经营理念 我们不单单是为我们的员工争取福利 我们也给我们的客户一个最好的一个 售后的一个服务 那同时我们也为我们的股东创造最大的价值 那我们希望未来我们不单单是在台湾 大陆以及越南 我们都能成为亚洲最佳的一个保险公司 为了随时提供最好的服务 企业以交叉棋盘式的扎实训练 全面提升人员的专业能力与素质 同时结合企业跨国经控的资源优势 整合客户所有的需求一次达成 给予最完善的保障 并为客户争取最大权益 那我们借由经控旗下的个别的一个公司 我们在全省所有的营业网路 都可以提供给客户更好的一个服务 那经由相关外面单位 包括保险事业发展中心 刚刚我所提到的 就是我们的申诉率是最低 我们在客户服务的部分 我们表现的是最好 那同时我们在今年的兴旺爱奖 我们也得到精直的一个奖章 在在都彰显了我们公司 注重客户服务的这个部分 业者更因应智慧时代的来临 智力打造多面向的服务平台 智慧化的行动秘书系统 提供团队伙伴更及时的整合资讯 以更清楚迅速的服务每一位客户 除此之外 还有线上理赔计算 或行车事故处理等多种行动APP服务 让客户能够随时随地的享受到 最安心的保障 那我们公司本着顾客在哪里 我们就在哪里的一个基本精神 所以当然我们会提供了很多M化的一个设备 包括提供给客户 包括提供给我们的员工 包括提供给我们外部的一个消费大众 那在这边就首先跟各位观众介绍的 就是行车预手的部分 行车预手的一个APP 基本上是提供给我们的客户 那客户可以利用预先下载的一个APP 输入它的一个名字 输入它的车号 那当它在理赔事故发生的时候 它按照我们APP内部的一个流程 它就可以不用那么紧张 因为一般人碰到车祸的时候 它会非常的紧张 所以运用这个方式 同时我们的APP它可以提供定位 提供紧急电话的一个联络 可以马上可以跟我们公司的客服人员 来做一个联系 那这样子提供给客户在车祸发生当时 如何处理车祸现场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在企业专注热忱的用心经营之下 不只与客户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 同时也为了实践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信念 而积极投身公益 充分地负起企业责任回馈社会 那我们公司是在2012年 承保了全国高级中等以下学校 还有包括幼稚园的一个公共意外责任保险 那这个韩纳的学校 有超过5300多所学校 非常多的学校 那我们公司也利用我们损害房主的一个专业人员 到这个学校里面做实地的一个查看 那同时我们公司的公益关怀小组 也适时的进入个别的一个校园 来协助学校了解意外发生的一个地点到底是在哪里 除了校园外 业者同时也邀请各界的专家 为企业及工厂进行损害房主的检测服务 以防范灾害的发生 种种的体贴与努力 都是希望能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创造更安心美好的将来 未来企业也将更加积极布局亚洲 深耕两岸三地与东南亚市场 随时提供客户最专业的保险服务 成为领先全亚洲最优质的保险公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